今天儿童节给家里小朋友们做了豪华版的杂粮坚果桃酥 特别的好吃哦 减肥的姐妹姨妈妻也是可以吃的很健康的一款桃酥 坚果你们喜欢完整袋颗粒的话可以直接切碎 我们家老牛不喜欢吃坚果所以我直接打成粉了 家里只有这种红糖块也打成粉 然后加椰子油、鸡蛋、小苏打、泡打粉还有盐 再用打蛋器搅匀 没有打蛋器手动搅匀也是可以的 搅匀之后再加低筋面粉、麦片、起鸭籽 还有刚才打好的坚果、果斧 这里用到的果斧是黑加仑、葡萄干、蔓廚梅干 如果不喜欢吃糖的姐妹可以果斧多加一点 口感也是很好的 拌匀之后再揪成每个30克左右的圆球 然后盖上油纸上面拿另一个烤盘压一下 就可以整体都压平 上面可以撒一点黑芝麻烤熟之后会更香 再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60度烤22分钟 因为同时烤两层所以用的是风炉 可以掰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非常的蓬松香酥 并且也是非常的健康 里面有果斧、有坚果、有粗粮 推荐大家都可以做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